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減息人幣跌,港跌A股羊 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46點,收報27609 成交都活躍,過千億,有108億 今天港股先低,後反彈 後反彈的原因是因為內地股市 美市做得很好,差不多以前是最高位收市 令港股跌幅一直收窄,最後跌不足50點 不過港股今天曾經跌至最低27383點 如果從圖可見,就是破了近期的低位 之所以回落得比較多 就是因為海外的避險情緒都比較高 還有,內地今天減息的確是一個刺激 不過也造成人民幣下跌 所以不利人民幣資產,也就是說不利港股 好了,逐樣逐樣講,今天都比較多 首先說,內地今天減少了LPR利率 其實早兩天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當減少了MLF的利率之後 都預期今天星期四會減少了LPR的貸款利率 今天怎樣減少呢? 人民銀行公佈,將一年期的LPR 就下降10個點子,去到4.05厘 不過五年期的LPR,只是下降5個點子 由4.8厘到4.75厘,即是不對稱的減息 五年期減少,5個點子,0.05厘 一年期的,減0.1厘 這個減法,就有少少可以說 超出市場,即是不夠市場預期那麼好 因為大家市場預期,希望它減多些 無論如何減少,對A股有一個很大的刺激 對港股有限,除了減少這件事之外 其實今天人民銀行公佈了一月份的 新增貸款、社會融資規模等數據 反映出,內地都是靠放水,支撐著經濟 一月份,新增貸款有3.34萬億元人民幣 以下有些都是人民幣 預期只是3萬億元 前值只是1.14萬億元 新增貸款放多了 不過,M2又不是多了很多 M2只是增長8.4% 預期是8.6% 即是M2增幅順於預期 而最令市場覺得差異的就是M1 M1是差不多零增長 即是沒有什麼增長 而社會融資規模那裏是多了 社會融資規模是有5.07萬億元 預期只是4.2萬億元 社會融資規模那裏多了 新增貸款那裏多了 但M2和M1都順於預期 為什麽解讀呢? 即是放多了水 但那些水都是一般的流入實體經濟 所以大家要看著 實體經濟可能都是繼續會受到疫情影響 因為1月份那些放了水 都沒有怎樣流入實體經濟那裏 那流了去哪裏呢? 那最近故事這麽升法 大家都知道 就流了去托市那裏 所以呢 恆子今天下來了 看到有些跌 但是內地股市呢 繼續是這麽上升 上升指數 全日最高位 最高位是3031 收就收3030 差一點而已 上升1.8% 去回農曆新年價之前的水平 不過這個不奇怪 最令市場 或者令我猜疑的就是 這隻人造牛 谷到這個深圳成份股指數 破了頂 今天再一支大洋燭相 收報1.1509 深圳創建品指數當然更高 升下升得更多 內地股市很好 因為放了很多水 降息 此一距上去 不過這樣 放了很多水和減息 可能會影響什麼? 人民幣的匯價 和這個疫情之下 大家知道經濟不好 錢不斷流走 亦都對人民幣不利 人民幣匯價 今天 官價曾經去到7.03 現在都沒有7.01 即7以上 即是跌 人民幣向下升 人民幣 現在人民幣跌跌跌 不利港股 因為很多港股 有很多人民幣資產 在裏面 如果萬一 現在跟上次 2月3日的位置差不多 萬一 美元對人民幣升穿 或者人民幣跌穿 7.03 這些位置 就要小心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恐慌出現 現在來說 其實市場最怕的就是 疫情 令到全世界的經濟都放緩 內地固然的經濟放緩 不過阿爺現在不斷地 大家復工 希望經濟的影響有限 所以他就放很多水出來撐住 不過其他地方 就陸陸續續受到影響 即是有些東北亞的疫情 在爆 大家知道 日本的鑽石公主號 六百多個人 在南韓 一個教會上高 有15人感染 可能還會再爆上去 這些一路一路在爆 內地的數字正在靚 但外面的數字正在差 外面會怕疫情 會拖累經濟 所以你會看到 資金全部湧回到美國 避險 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差不多 衝到上接近100 今天收99.787 現在還未收 所謂 現價報99.787 大概99.8 衝上去的話 萬一去到100 這些心理關口衝穿的話 當然市場又怕 因為怕什麼 錢湧到美國 就對新興市場不利 所以今天為什麼講股 在內地減息的情況下 竟然都沒有得升 從要曾經跌過 二萬七千三百區 就是因為這個避險情緒 其實是在高漲的 另外一樣擔心經濟衰退 可以看債息是否倒掛 如果我們看美國三個月票據息和十年期債息 來比較 就看到它倒掛 理論上 應該越短期的息就越低 越長期的息是越高的 但是現在美國三個月票據息是1.582 是高於十年期債息1.5526 這個就是倒掛 這個倒掛的現象就是反映市場擔心 美國會不會出現經濟衰退 有這個擔心在這裡 擔心之下 避險情緒高 所以搞到港股未能跟足A股升 A股我覺得它減息也好 放水也好 創造了一個人造牛 希望對抗疫情底下 經濟不行這件事情 就托著股市 無可口非的 逆周期的措施 現在很多地方都會做的 不過這些放水都不能夠天長地久 都有盡時的 不知道它放多久 撐多久 不過實體經濟總是要 醜苦中衰見家翁的 那現在的錢 如果放了出來很多 能夠流入實體經濟那裡 那就真是好事來的 就是說可以撐到經濟的話 股市就無憂了 大家想它不會回復 但是萬一如果現在放水 就是去了炒作 而不流向實體經濟的話 那就是突然的事 因為這些托出上去 變成了bubble 那bubble的鏡子會爆 所以能不能夠把放了很多的水 去流回實體經濟 就是未來看二月數據的關鍵 從一月份公佈的數字來看 似乎沒有流向實體經濟 不是太多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那港股 去到這個位置 怎麼辦呢 暫時來說 都是二萬七、二萬八之間上落 今天又試了個低 但是又大回上來 不過都不是很好養的 因為 大家都還是擔心外圍 就是開始經濟衰退 會影響到對港股的評價 那我看法 短期可能都是要試一試 二萬七到二萬七千二這些水平 然後呢 萬一跌穿 如果跌穿了兩萬七的話 就會再下去試 就去二六一四五 就是前行底那裡 不過現在呢 就希望守住二萬七先 至於短期 有沒有能夠可以跟到A股 如果要衝上去 再試兩萬八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 就稍微小一點 因為外圍那裡在驚緊 那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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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